我到了很多国家去咨询他们 我们该买哪种机器 他们都跟我说 螃蟹是不可能使用真空包装的 于是我就到台湾去找 因为他们的冷冻食品很有经验 但是那里也没有商家做真空包装的螃蟹 所以我又到意大利跟德国去 最终才特制出这台机器 花了整整三年跟一百万元之后 黄敏来终于收到这台特制的机器 让他可以继续进行这个计划 除了这台特制的速冻冰箱之外 我还要让你看另一台更有趣的机器 那也是特制的 那也是特制的 我已经知道你的要求有多严格了 这是真空包装机 要按下去咯 1 2 3 开始 你看 这需要多少时间啊 你看 把空气都抽出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真空包装 就是这样 密封好之后就可以保存一整年 完全不需要任何防抚机 你已经知道我所有的秘密了 不是所有啊 你给它准备好了 那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 秘密还有60份 可以帮我包装吗 好 谢谢了 拜拜 付出体力劳动后 终于轮到我 给黄敏来一点挑战了 我觉得很替你开心 我吃过蟹肉餐 而且我也觉得很好吃 不过我们的问题是 还是会有些人 不是很支持这个概念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 不是我或者你怎么想 而是大众怎么想 街上的人是怎么想 没错 我可以给你一个挑战吗 好 我接受你的挑战 我们要把辣椒螃蟹 带到街头 请大家试吃 然后问他们吃起来 有什么不一样 这样我们才知道 这是不是好产品 你准备好了吗 当然 我接受你的挑战 好 很好 让味道来证明吧 是时候检验辣椒螃蟹 味道的接受度了 我还准备了一顶 显眼的帽子 以吸引众人来试吃 评 你 再一次